他是给你灌了什么狗屎尿 把你脑子都给堵住了 街上集 宋淑义来找童话 拿去吧 宋淑义激动的将手里的五块钱都给他 童话从里面挑了五毛钱 这些就够了 童知青 这怎么行 还有之前那些啊 我也没跟你钱 童话也不愿他胡思乱想 只能找个理由 我有一件事需要你们帮助 所以钱的事不重要 宋淑义也不知道他们能帮他什么 但对方这么说 他心里踏实了一些 回去后 爸 吃饺子 宋副面色一变 哪来的饺子 你病了这么久 让你吃一顿好的补补身体 都是纯肉的饺子线 宋副身体反应控制不了 咽了咽口水 但还是说道 太浪费 太奢侈了 难道过了今日 就不过明天了 过年吃不好吗 今天不年不节 宋副的声音戛然而止 嘴里被宋淑义塞了一只饺 白面的香味充斥在口腔之中 一只饺子下肚 味道鲜美的他恨不得吞掉自己的舌头 这是谁包的饺子 是给你感冒药的铜支青 宋副心里一触 给他送药的铜支青 那不就是给他灌了一暖水瓶水 逼得他跑了几趟茅房的那个女支青 简直 给宋副搞出心理阴影出来 换做另外的人 宋副可能会很夸 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饺 但铜支青 他这心理阴影还没过去 你们怎么不吃 宋淑义摇头 他希望他爸能吃饱 其他人也是这么想 给你补身体的 你吃吧 赵轩他们都拒绝了 宋副却不认可 让宋淑义去晚来 硬是给他们每个人分了六个饺子 一起吃 宋副坚持到 宋淑义希望他爸能吃饱 但他爸显然希望大家都能吃到饺 几位叔叔 这既然是我爸希望了 大家一起吃吧 夜里 宋淑义时不时去探他爸的鼻子 一直到下半夜 宋淑义睡了过去 次日一早 宋淑义猛的从梦里惊醒 爸 去看身边 宋副已经不再炕上了 一出去 赵轩他们都围着宋副 而宋副在匹柴 宋淑义整个人都傻眼了 赵叔 怎么回事 我爸怎么在匹柴 说一 可能 我们昨天想错了 你爸就是好了 不是什么回光返赵 宋淑义嘴巴张得老大 好了 你爸早上就起来匹柴了 你看那边的柴 都是你爸批的 昨天快死了 今天就好了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退烧药他们看了 也没什么特别的 区别就是老宋被人灌了一肚子的水 难道是喝热水喝的 以后我们平时也多喝点热水 排排毒 宋副这次活下来 不光是活下来 身体也好多了 宋淑义将童话的话也告诉了他爸和赵叔他们 爸 如果同志卿要我们帮的事 不是那么太过分 我们能帮就帮一帮他吧 宋淑义对童话的印象极好 若不是身份有别 他真的很想和他做朋友 赵轩不太理解 我们还能有什么能帮到他 苏全眼中微闪 我怀疑上次送给我们棉被和柴的人也是他 就在他们刚来的时候 一天晚上下雪 童话偷偷的过来送过东西 上次那人送东西到门口 我量过雪地里他的脚印长短 后来他过来 我又量过了一次 所以苏全仔细观察后 起码有六成把握 他们的恩人和宋家父子的恩人是同一个人 是他 宋淑义又惊又喜 又有些无措 同志卿哪里来的那些东西 又怎么会这么帮他们 苏全神色严肃地说道 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恩人 我希望你们不该问的别问 不该说的别说 苏全家里祖上几辈都是混道上的 他是家里的奇葩 他脑子好 读书厉害 名列上是名牌大学的教授 背地里还是魔都道上赫赫有名的苏家家主 后来魔都清扫 苏家在他的安排下 转移资产去了国外 至于苏家的神秘家主苏起 有人说他去了国外 也有人说他早就被杀了 也有人说他是失踪了 谁也没想到苏家的苏起和大学教授苏全是一个人 老苏 这还用你说 别搞得就好像你一个人讲义起 我们就是小人 苏全笑了笑 没再继续说下去 他们这种人讲义起 对背叛的人也下手机 那我们就当不知道 苏全点了点头 宋富却在想 对方帮了他们这么多 到底是需要他们帮什么 宋书一这些人都很感激童话 但越是感激 名念上就越是不能跟童话来往 而童话觉得宋书一他爸身体不好 其他老人也瘦巴巴身体不好的样子 都需要点细粮补充营养 因此在一天夜里 童话把粮食放在了他们的门口 童话离开没多久 苏全就打开了门 将地上的蛇皮带交给了宋书一 苏书 苏全摆手 跟了出去 苏全跟在他的身后 看着他进了程家的院子 确定了恩人真的是童话 苏全已经有了个想法 他藏在帝都的黄金 或许可以托付给他 现在外面不少人打听他的下落 盯着苏家其他人的行踪 目的就是为了他手里的黄金 所有人都以为魔都是苏家的大本 谁也想不到 他会将那批黄金藏在了帝都 回去后 宋府急忙问道 是他吗 这次恩人送过来的是20斤大米 10斤白面 一只新鲜的老母鸡和20个野鸡蛋 都是极好的东西 吃清点 孔蜜雪从未想过 童春景居然在他下乡之后 选择了回城 他身体这么不好 他难道就不担心他在乡下的日子 二哥要是不回来了 你怎么办 童春树没精打采的说道 二哥说他有工作后 会给我寄一半工资过来 孔蜜雪心里骂他蠢货 童老二给他寄钱 他爸妈就不给他寄钱了 可是你缺的不是钱 你想象卖收的时候 那时候有钱有用吗 童春树脸色一变 可是我二哥 二哥也太过分了 他不管我们也就算了 他怎么能不管你 你可是他亲弟弟 童春树觉得不该这么做 但雪儿姐姐的话听起来也有道理 他二哥能为雪儿姐姐几年不回去 就不能为他再在乡下待断时间 京都 王芳两年都没看到老二了 哭得伤心极了 怎么瘦了这么多 这得遭多大的罪 你这脸上怎么还有三道八 有人欺负你了 脸上留的疤 童春景也不敢说是童话抓的 免得妈对童话意见更大 童春景安抚了他妈一会 转移了话题 把他乡下带回来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王芳听到自己儿子给他买的手套 帽子 听到孔立雪给他带的蘑菇和风干的兔子 就是没有听到童话给他们夫妻带了什么回来 童话的呢 童春景愣住了 童话的什么 王芳直接在他的包里翻着起来 哪些是童话带回来的 童春景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童话压根就没有让他带什么东西回来 王芳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是不是什么都没让你带回来 童春景忙说道 带了 这个兔皮就是他让我带回来的 可惜童春景反应的慢了一步 王芳已经看出来了 你说谎 童春景心虚 却也坚持的说 这兔皮真的是小妹让我带回来的 王芳冷笑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问小树 童春景心慌了 一把拉住了他妈 妈 王芳气恼极了 他儿子竟然跟他撒谎 还是为了童话这小贱人跟他撒谎 你为什么要说谎 是不是他让你撒谎的 童春景不想让他们母女关系再恶劣下去才撒谎 现在事与愿违 童春景也很无力 妈 小妹下乡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准备 她打有什么能力带什么东西回来 王芳见他还帮那个不肖的狗东西说话 更加生气了 他下乡的事跟我们说了吗 他不但自己下乡的事情没说 还把你弟弟坑到乡下去了 后一件事已经足够让王芳恨童话入 他几个孩子除了老大童春雷在部队 其他人都被童话坑到了乡下吃苦受罪 若是现在童话回来 他都恨不得把他扒皮拆 妈 小妹也不是故意的 他也是为了小树好 王芳气怒钻心 老二居然还帮童话说话 他没看到他都这么生气了 你当初就是替他下乡的 现在他又害小树下乡 你还跟我说他为了小树好 他是给你灌了什么狗屎尿 把你脑子都给堵住了 童春景没打算一回来就交代了 但他真没想到他妈对小妹的怨言这么大 妈 当初我不是因为小妹才下乡的 你还帮他说话 你是要气死我不成 妈 我 我说的是真的 王芳推开了他 心里脑恨愤怒 他的儿子怎么能帮童话来气他 你不是替他下乡 你是自己喜欢下乡 喜欢过苦日子 喜欢种地 喜欢吃不饱肚子 童春景有些无地自容的尴尬 妈 我当初是因为跟人表白 他拒绝了我 我一时想不开 就去下乡了